白浦是元代著名的戏曲作家 与关汉清 郑光祖 马志远 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横溢的文学大家 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 不听复命的叛逆之人 他违背父亲意愿 一生未入仕途 他不听父亲劝告 创作三曲杂剧 他拒绝父亲安排 追求婚姻自由 那么白浦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与父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系列节目《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 为您解读不听复命的白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治讲堂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 就是人到中年就开始特别焦虑 自己的子女不上进 这一点古今似乎是一样的 在元代就有这么一位老父亲 因为焦虑儿子不读书不上进 一生气 一天写了三首诗来骂儿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首这么显得啊 树口无归雷一身 学宜逢夜有清心 蹉跎岁月成何事 锻炼文章更用心 多病苦连双白发 一经真胜万黄金 忍叫憔悴横门底 窃得虚名殿失灵 这首诗呢 大医师说 我们家家里很大 但你呢 作为这个读书人的本分 你不应该忘了呀 你不要忘了读书人的清金 你现在蹉跎岁月 这像什么样子呀 赶紧振作起来 用心做文章 你看看老父亲我 头发都已经白了 我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我只是留下了几卷经书 那古人不是说吗 留经书给儿子 胜过留下黄金吗 你怎么忍心 让我这么一帆心血东流 你怎么好意思 在读书人中切得虚名呢 老父亲越想越生气 转念呢 又想起自己那个 早已经过世的大儿子 心想 要是有那个听话的大儿子 我才不管这个 不成气的二儿子呢 于是 接下来又写了第二首诗 潦倒勿何用 文章辱未成 过庭思复训 质地有家生 污补三年养 蓬勃万力称 续贤交不尽 无面见先凶 这首诗大概意思 是这样的 我真是没用 我真是潦倒 你看看 我竟然就没有把你培养好 写个文章你都写不成 我也曾经像孔子教育孔灵那样 我在庭院中遇到你 我就询问你的功课呀 我自信 我们家的这个家风家生 那都应该是想当当的 我把你养育这么大 我也不是指望你给我什么回报 我就是希望你蓬城万里 我就是希望你好 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虽然我现在续了拳 又给你娶了后母 但是估计我也不能再生孩子了 而你的大哥呢 过世又早 那你想想看 就算你现在死了 你有什么面目去见你大哥呢 这想起来 死在自己前面的儿子 老父亲就更为伤拐 谁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呢 这么想着 又写了第三首 古也年虽长 挑公业已慌 富车须改折 做事妄为堂 鹤发仍多病 积其上异乡 远期七十岁 能得己称伤 这第三骂呀 就是骂 这儿子白长得这么大 老大不小了 却不知道怎么去实践 结果呢 闻也不成 吴也不成 骂这个儿子 不能痛改贤妃 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他的主旨呢 是想要儿子想一想 老父亲我啊 今年都快六十了 那我还能活几年呢 你这么不孝顺 这位老父亲 是元曲四大家之首 白璞的父亲 白华 这位一天被骂了三回的儿子 就是白璞 那是白璞读书成绩不好吗 显然不是啊 八百年后 我们说中国文学史上 元曲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页 足以于唐诗诵词相媲美 而元曲四大家 关马正白 白璞正是元曲第一人呢 他改革了一代的文风 富有才情 奸善生律 已故随善一代之长 近代的王国卫先生 就称赞白璞啊 说这个白璞那个文章 高华雄浑 情深闻名 不失为第一派 白璞一生做杂剧 有十六种 表性的作品呢 就是梧桐雨和墙头马上 这两个剧种 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三曲呢 还保存了三十七首的小令 四套全曲 还有天籁集 这天籁集呢 是词集 有两卷 那么白璞呢 确实是一位 创作很丰富 才学兼备 风格清新 特色鲜明的元曲作家 也为后代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白璞是谁 我们是知道的 至于谁是白璞的父亲 我们一般人倒是不知道 不过我们尊称白璞 为元曲四大家之首 并且认为 白璞在历史上 具有崇高的意义 这些事情 白璞的父亲 是不会相信的 在白璞的父亲 白华看来 一切与做官无关的读书 都不是正派事情 一切与做官无关 而取得的成就 都不是成就 当然 八百年后啊 我们现在 也有一些老父亲 还是这么认为的呢 那这个老父亲 一天骂三回 有用吗 我们都知道 没用 白璞一辈子 都没有做官 白璞为什么 没有做官呢 这事其实真是有点奇怪的 与其他元曲作家 门第卑微的家世不同 白璞出身于官幻世家 他的父兄子之中 有很多人都在朝为官 并且官居高危 然而如此显赫的出身 又有出众的才华 白璞却一生 没有入世为官 那么白璞 为什么没有出世呢 是因为没有机会吗 系列节目 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 一小婷 为您解读 不听负命的白璞 我们知道 隋唐啊 开始科举去世 宋唐以后呢 读书人出世 主要是靠科举了 但元朝因为是 蒙古人建立的政权 所以一度废止了科举 通常我们说 元曲的作家 比如说光汉清 这些人我们都说 他是因为科举无望 就只好冲入了 剧作家的行列 因此呢 也使得元杂剧 得以重大的发展 那还有人认为呢 就是不仅没有科举啊 元朝还实行 公开的民族歧视嘛 一等人是蒙古人 二等人是色母人 惠惠 三等人是汉人 四等人是男人 那白璞作为汉人 他属于被歧视的对象 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做官 可是我们反复强调啊 白璞和同时代的 剧作家是不一样的 虽然没有科举 他的世家出身决定了 如果他想做官 咱们不说是一如反掌吧 那至少并不难呢 因为在没有科举的情况下 做官靠什么呢 做官就只靠出身了 做官的机会 会因为他的家庭出身 自动地送到他的面前的 我们只要看一看 白璞一家的这个做官情况 就知道 所谓的这个身份限制 那是无稽之谈 我们所知的 两次对白璞的举见 都是因为白璞 自己的坚决拒绝而停止的 袁世祖中统二年 一二六一年 白璞这一年呢 三十六岁 这年四月 袁世祖命各路的宣服使 推举文学才识 被广泛承认的人 以便提拔任命 当时以河南路宣服使 用中书的史天泽 就推荐了白璞出世 史天泽这个人 属于汉军的世家豪处 美临大事 遇大难 论大政 那都是毅然 以天下之众自认的 以劫中殉国 尊主批民为原则的 这个人多谋善断 良敌用兵 主张攻心为主 历劫杀掠 所以原始是说的 初入将相五十年 尚不宜而下无愿 这么一个初向入将的人 这么一个名声很好的人 他推荐白璞做官 那白璞的官位如果想要 可以说是绑上钉钉的 但白璞就十分委婉的 但是也十分坚决地拒绝了 白璞的这种行为 对于白璞的父亲白华来说 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白华和白璞父子 在战乱中 是要靠史天泽来阴蔽的 那社会安定以后呢 也是依附史天泽的保护 来安家落户的 要靠史天泽给钱的 那白璞这样拒绝 史天泽的推荐 我们想想是不是 很不给史天泽面子 白华当然就十分气愤 史天泽呢 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白璞也就很难面对 自己的父亲和恩人 这种情形之下 白璞干脆一走了去 咱们不见面 省得尴尬 索性出走江南十年之久 元代一同意后 白璞喜家金岭 搬到金岭去住 就是现在的南京啊 这个时候白璞的弟弟 叫白克 已经是高官了 江南刑台监察 诗句源 又推荐他出世元朝 面对平辈的朋友 白璞就不客气了 他写了一首 庆元春 监察诗句源 将辟于为正 阴读激康语 给人家看 把这首词给人家看 我们看这首词的题目 是什么意思啊 这首词的题目的意思就是 监察诗句源 要推荐我做官 我呢就把激康 推辞做官 而写给山涛 山剧源的那个绝交书 拿出来给他看 你知道吗 激康的 与山剧源绝交书 现在还流传着 我们就一起 再读读这封信吧 这封信是激康 写给山剧源的 也是我对你 诗句源的答复 有人认为 白浦之所以顶着 社会舆论压力 即使冒犯自己的恩人和朋友 也坚决不肯满足 父亲的夙愿去做官 是因为他不赞同 元朝政治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白浦不愿做官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可是我们看看 白浦的天类集 就会发现 白浦对盟员的一统大业 和为之建立功循的将相 是竭力歌颂的 第一 白浦是赞成统一 赞成把南宋灭掉的 元宪宗四年 一二五四年 蒙古军民万户张柔 束手在蒙古和南宋 接近的博县 白浦和张柔交往很密切 所以他就去博县前线 写了一首赠张柔的词 赞扬张柔的威武 掐古秋风 除其落日 使军威震雄鞭 歌颂他的公义 说江淮帝 三军耀武 万造屯天 特别是对盟员的一统事业 也寄予极大的期望 说明年看 平无事了 图像林烟 就是明年将军你啊 就一定能够平定五岳之地 建立新的公军 你这样的公军 足以被当作开国功臣 是可以在林烟阁上画像的了 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呢 这个白浦也很拥戴元氏族 对最高领袖没有为一词 至元四年的时候 1267年 白浦因真定总府之请 给元氏族写了一首寿词 因九五飞龙 大造灯前 万国关带 一气逃争 天眷自古雄烟 黄作绵绵万四年 快康渠击壤 同代摇天 我们看这完全是拍马屁的词啊 当然拍的是很有气魄 同时他表达了 对元氏族统治的侵服 第三呢 白浦对元朝的励志 也是多加称赞的 很少看到白浦有抨击不满的话 白浦在清元春 宋安查斯和道功赴浙东任中 就极力称道元朝励志的亲民 他就这么说的啊 欲杰新窑 十道奸丝 智称最优 镇进宏都 澄清白水 又过东南第一周 奸丝呢 是指盟员设在各道的 这个提刑案查斯 分属于御史台和刑御史台 奸丝的这个任务 就是监督和纠贺地方官吏的 智元28年 1291年 改称为宿政联防区 而白浦呢 就称这个河道奸丝的政绩者最有 这个制度好 第四呢 白浦对元朝的统治政策 也是支持的 他在这个 《西江月》这首词里啊 是这么说的 四海信归英主 三山缅化非仙 大家有份占桑田 近日蓬来水浅 我们看这首词 完全是以一种 十分喜悦的心情 在赞美元朝的这个最高统治者 为了统一国家拯救黎明的英主 歌颂了分战商田 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 总的来说 我们从这个四个方面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白浦对待盟员的统治是用户的 对盟员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战争 以及治国的政策 也是肯定和赞扬的 那又有的学者说 说白浦啊 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在金朝 他的父亲和祖父 都是在金朝做到高官的 还有他的老师 袁浩问 也是金朝的遗老 所以呢 白浦是为了表达对金朝的留恋 表达忠诚不适二主的决心 为了和自己的老师袁浩问保持一致 所以坚决不在袁朝做官的 这个啊 恐怕也很难成立 首先 他的祖父和父亲固然在金朝 都是高官 没错啊 但是他的父亲本人 都不介意在元朝做官 而且他的父亲再三地逼迫他 让他做元朝的官员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 因为白浦不肯做官 所以把他父亲气得一天 写了三首诗来骂他嘛 这三首诗写作的时候 都是元朝时期了 其次呢 就是他的老师袁浩问的 虽然是金朝遗老 但是袁浩问从来不反对 自己的亲朋好友 做元朝的官员 无论是袁浩问还是白浦 他们和元朝的高官群体 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交情 交情很不错的 何况白浦本人在金朝灭亡的时候 只有七八岁 根本没有做过金朝的官 他也就犯不着这么表忠心 白浦出身官患世家 在当时社会对他来说 想要做官并不是难事 而白浦之所以违背父亲的意愿 没有入室为官 其实与他年少的经历 有着密切联系 正是这段经历 让白浦无心仕途 也正是这段经历 让他成了不听复命的叛逆之人 那么白浦年少时 究竟经历了什么 他违抗复命 还做了哪些惊世骇俗的事呢 系列节目《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 为您解读 不听复命的白浦 那么白浦究竟为什么 就是不去做元朝的官呢 我们还真的要从 白浦和元昊问 白华之间的关系说起 和白浦相反 白华这个人 是一个官民 只要有官做 白华都去做 哪怕抛弃弃子 哪怕投降叛变 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想当年 白华本来是金朝的晋士 重晋士之后 就在汴京居住 白浦就出生在汴京 天兴元年1232年 蒙古军包围了汴京 为了好好地做金朝的官 白华建议金哀宗 出救外兵 就是皇帝跑到外面去求救兵 这个意思啊 随同金哀宗就出了汴京城 往黄河北岸去组织救兵去了 那妻子儿女怎么办呢 不管了 就留在汴京 第二年 1233年 南宋 蒙古 金 这个三国鼎立的局面 轰然瓦解 就在南宋的 李宗 历经图治 决心打过淮河区的这一年 金国留守 汴京的元帅 崔利 叛变了 县城投降 四月二十日 蒙古兵进城 碧居变梁的 军民147万 被杀戮过半 死了一半 叛变了的 崔利 还把金朝的皇族 五百多人都杀掉 已表示对蒙古人的公顺 又截略了王公大成中 容貌秀丽的妻子和女儿 献给了蒙古军 很不幸 白蒲的母亲也在其中 这一年白蒲八岁 八岁的白蒲 不知道父亲在哪里 不知道母亲在哪里 只有一个姐姐和她相依为命 整整九天啊 在战火中真是度如荣年 一直到四月二十九日 父亲的好友 袁浩问叔叔 冒着漫天的硝烟 找到了白蒲姐弟 在战火中保护了他们 袁浩问 就是十六岁就写作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教生死相许的 那位文学坛主 这位多情的词人 铁肩担道义 在危难中保护了白蒲姐弟 白蒲从此就不再吃肉了 说如果有一天 父母生还 那他就不再吃醋 但母亲从此就不知所终 我们是不是能够想象 八岁的孩子 眼睁睁看着母亲被劫掠 却无可奈何 哀伤恐惧的心理呢 为了求他保护 袁浩问带着白蒲姐弟 随同金朝的百官 遗老北渡 被押送到了山东的清城 路上 这个白蒲就染上了伤害 高烧 大寒战 昏迷不醒 这个时候唯有袁浩问叔叔 没日没夜地抱着他 安慰他 当白蒲生着病 颠沛流离地流落山东 昏迷在袁浩问怀里的时候 他的父亲白华在哪里呢 白华去了南宋 做了君州提炉 官邻呀 直到五年后 再次被蒙元俘虏的白华 找到了史天泽将军做依靠 袁浩问才把白蒲姐弟 送还给白华 白华就写词送给袁浩问 说 故我真诚丧家狗 赖君臣户落朝儿 写词给自己 今何日 登前儿女 飘荡喜身还 我们说 父亲事实上的一切 和母亲陷入 蒙元官军手下的 这下落不明 对于八到十三岁的白华来说 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不做袁浩的官 和不再吃肉一样 是他的这份伤痛的外血 也是对他的父亲 无声地抗议 白华无声地抗议父亲的做法 第一就是不做官 第二呢 就是写杂句和散曲 第三就是自由恋爱婚姻 因为在白华看来 你这个人不做官的 就是不上进 你要是写杂句呢 写杂句就不是一个 正当的职业 这个人如果是谈恋爱 而结婚的 而不是靠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的 那这个人肯定不是一个正经人 白卜就正好要反其到为止 白卜二十一岁结婚 白华竟然没有告诉袁浩问 袁浩问竟然是从别人那里 得知白卜结婚了 得知消息的袁浩问大惊失色 写信给白华 说我就是这三年嘛 写信不够频繁 你怎么能连白卜结婚都不告诉我呢 那白卜跟谁结了婚呢 我们看白氏宗谱 白氏宗谱里记载 佩戴氏 生族年失传 生三子 长肚次月三贱 女一小字白姑姑 这位戴姑娘 是谁家的女儿 我们不知道 生族年 我们也不知道 相貌性情如何 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这场婚姻不是传统的父母之命 而是非常罕见的自由恋爱 我们得知道 自由恋爱对于传统文人来说 那就是淫荡 所以白华不同意 他不认可这场婚姻 他也不举办婚礼 他也不通知亲朋好友 可是白卜坚定不已 白卜自己的婚姻 就像自己写的那个杂句 墙头马上 两情相悦 就是天赐的婚姻 那谈什么 聘责为妻 奔责为缺 没有所谓淫奔 只有两人的倾心相爱 我们可以说 歌颂男女自由恋爱 认为男女自由恋爱 天经地义 并不耻辱的 白卜是2000年礼教之下 为自由恋爱辩护的第一人 最终 白卜和他自己选择的姑娘 一起必居江南 这个姑娘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除了三儿子因为身有残疾 没有贵险之外 另外两个儿子 也都做了元朝的高官 这个结局也很像 白卜坚的墙头马上 墙头马上的裴少俊 和李千金 反抗封建立教 一个在墙头 一个在马上 一见钟情 于墙相会 私奔而走 但终于和反对他们二人婚姻的老父亲和解了 这也仿佛象征着对传统价值观的回归 而现实中的白卜呢 不仅婚姻事实上 还是得到了父亲的承认的 否则这些妻子子女是不可能写进家谱的 又因为长子白杜 是嘉义大夫正三品 所以在白卜死后 按照元代的封赠之志 元朝还特意封赠的官衔给白卜 嘉义大夫 太长青 以愿太青 也是正三品 假如白华地下有之 白华可以欣慰了 这个看起来特别叛逆的儿子白卜 以教养孙子回归正途的方式 悄悄地回归了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史章是元朝著名的原杂剧作家 他的父亲史天泽 更是出将入相的尊贵侍侯 作为将文之后 史章案里说应该仕途通达 但他却又为何最新文艺 写出庄周梦这样的传世佳作 在明天的节目里 依小婷将为您讲述 将相元曲家 史天